大家好 我是小琪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六树花 为什么说它呢 因为在这个季节是六树花大量的 树花开花的季节 它的花期也是非常长 花量也是非常大的 你看我这一棵也是 当时冬天来的 来的时候就几个花 现在养的已经特别大了 花儿盆以后不断的长 而且不断的往外出花苞 它的花开得非常的漂亮 它的花都是从底部长出芽子来 芽子长高了以后再开花 我们要记住它这一个特性 它老枝条上基本上长出花苞来了 不要以为我的不开花了 其实呢您没有去给它养护得当 它不长芽子 它出来的花的可能性和机率就非常的强 我们养它呢非常的简单 好多花员养的过程中 大面积的枯叶子黄叶子 甚至不开花 其实是您的做好一下几点 第一点 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光照充足的地方去 它跟我们知道的三角梅茉莉花是一样的 是强阳形的花卉 光照越强 它开花开的越多 如果缺光的话 就会导致它光长叶片 您就欣赏叶片吧 它根本就开不出花来 所以说光照必须要充足 第二点呢就是要去给它 充足的浇水 在雅虎它的过程度 它的根非常的粗 虽然说比较耐干旱 但是一缺水整个植株打尖 叶片也会逐渐的出现发黄的情况 千万不要缺少水分 浇水的原则就是盆土土表干了 及时的给它浇透水就行了 尽可能不要用太大的盆去栽给它 这样就保证它根系不出问题 叶片不发黄不打尖 再一个呢就是肥料的补充了 现在是它不断长不断开花的季节 肥料是并不可少的 首先盆土表面给它发上多元素的缓湿肥料就可以了 这样就能够保证它养分均衡的补充着 保证盆土容易微弱的肥劲 再一个定期的给它浇灌肥料了 我们如果说让它一直长一直开 在这个春季 在到夏季的时候一直开的不断的话 就可以给它用花多多二号 零元素含量高 其他元素也不缺失 一个月两到三次浓度一笔千的笔 浓度就可以了 这样定期力量的给它用着 如果说我养的六树花一直没有开过花 那么我们可以去给它使用零酸二星钾 零酸二星钾能够有效的错花 第一次给它用零酸二星钾 能够帮助它快速的分化化芽 接着就让它开出花来 因为零酸二星钾只含有零和钾 不含有其他的元素 这样就能够让它一次就开爆了 这就是它的养方法三点做好 别缺光 别缺肥 别缺水 三个不缺 你就能够养好它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如果想看更多的养花视频 别忘了关注一下小鸡